上次的鹅吃的不够引人太多了 今天又准备了一只八九千的大鹅 今天晚上继续上鹅吃 上次的鹅好好吃 今天又来了一只 今天可以吃爽了 小鸡 一个这么大的鹅蛋在里面没有生出来 还有很多的小鹅蛋 今天明天早上吃鹅蛋 好不好 最近我都是当帮厨了 没办法上餐租了 这两个兄弟都太会做饭了 他们做的鹅太好吃了 真的又好吃又香又甜 而且这个鹅是吃水果长大的 他们家做水果生意的 卖不完的水果给鹅吃 所以那个鹅的肉超甜 上次吃了之后一只十斤的大鹅 都没吃过瘾 今天又来一只 今天把它吃过瘾 辣椒要到位 今天用柴火用铁锅来炖大鹅吃 把铁锅洗一下 炖大鹅 铁锅放进去炸一下 要饿了我要吃饭了 要吃饭了 小鸡也要吃咯 饿到香味了是不是 好了 现在可以放铁锅了 这是铁锅 然后煮一下 吃饭了 铁锅 就是我姐的干蓝蟹 铁锅 这个鹅多少斤啊 8斤 8斤 就我们几个人的吃爽了 吃到饱 吃到餐 嗯 肉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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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铁锅炖炖 铁锅炖炖 我要先吃 来 一个肉 一个肉 小姐妹 真的下一个 没事 好吃吗 这是鹅腿 妈妈我又饿了 这个用 嗯 嗯 嗯 现在煮多好吃 现在煮多好吃 越闷越肉味 大家一定觉得 边吃边烧 是最好吃的 所以换成了火锅 鹅肉火锅 就太爽了 爽不爽 爽 来干一杯 爽 爽 干杯 来小薛干杯 大咖啡 来 小妈妈了 小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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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拍年年 好流不过 流不过 好流不过 给我们流一点 好吃 等下没了 你们这项三天没吃过 哈哈哈哈 来自熬自的失眠自操 一只鹅哈不够 我们五六个人吃 吃鹅哈要放配菜进去 吃火锅了现在 太好吃了这个同好 就每天这样吃不行的 就肚子 太开心了 来最后来酒喝完 菜吃完 太爽了 我们下次再见了 吃多了 拜拜